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开着一辆5700元的陵墓碑斗星二手车 从广西玉林来到了吴州藤县 昨晚我是在吴州藤县体育馆门口过夜的 藤县隶属于广西吴州 具体方位大家可以看图 从无人机的航拍角度来看 藤县县城发展得很不错 高楼林立 有不少新建的楼盘 北流河和寻江江汇口的区域比较繁华 寻江北岸则相对暗淡 之前我查过藤县的相关资料 发现藤县是一个同时拥有机场 码头和火车站的县城 按理说这个县城的经济应该是发展得特别好的 但藤县是在2020年的5月9日 才退出了贫困县的序列 这就让人感觉很奇怪了 我再仔细查了一下 有人说藤县的县城发展得很好 但最主要的乡镇地区发展得相对落后 经济发展不均衡 这才导致了藤县在2020年才退出贫困县序列 不过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 藤县的发展也会更加好的 值得一提的是 藤县是广西历史文化沉淀深厚的县份之一 古称藤州 较早接受中原文化 是明代崇祯年间兵部尚书 元崇焕 太平天国中王李秀成 英王陈玉成 是王李世贤的故乡 在藤县短暂的休息一晚后 第二天中午我就开始前往 无洲市区了 从藤县到无洲市区 大约40多公里的路程 这一路上的路况 稍微有点差 朋友们我们现在准备要去 无洲市区 我刚刚找了一个驻车点 然后看一下那边能不能停车吧 等线到了再说 如果不行的话 还得换一个位置 还得再换呀 不一定能保证这个驻车点不能停 让我看见湖州发现 驻车免费停车的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市区里边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都要交停车位的 咱们优先选择 不用交停车位的 这个路况真的好差呀 有很多大货车拉着货 后面扬起了一阵的灰尘 太恐怖了 然后看我这个窗 我都得拉上来 还留了一条缝 这样子不至于窒息 朋友们 我刚刚导航的是那个四周村 就是一个小的岛屿 但是我发现 那个路是进不去的 原来车不能开进去 得办通行证 我又不是本地人 所以肯定不会有通行证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准备导航下一个注车点 大家看 就是有的注车点 虽然说可能是进气的 或显示能去 但实际上不一定能 有大家所见 第一个露营地出不了了 所以我只能被迫更换去第二个露营地 就这样 我无闯了 无洲城中村 老实说 开车这么久 我们很少往城中村的方向去走的 即使在御林 我也基本上不会开车往市区方向去走 因为市区人多 路窄 作为一个开车才一年多的新手司机来说 这种路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当然也因为我是一个人开车 如果说是两个人 那么另一个人至少可以帮我看看周边的路况 不过幸好的是 我们的车子林木北斗星车身比较短 在这种路比较窄的地方 通过性还是很强的 哎呀 外面凉爽多了 车里面有点闷啊 因为我一直不关着窗 这边就是万达广场 看起来应该这附近 还是有点偏呀 不过万达广场像这种中和商业体呢 基本上是在市区的边缘 不会在市中心 然后这边呢 我就进来就没看到有什么扫码的 所以这边应该停车 应该是免费的 今晚就在这住车 哎呀 好累啊 这边应该晚上会安静不少 今晚能够睡个好觉 就这样子 不过呢 得找个洗手间呢 好像这边去洗手间 可能得到商场里面 嗯 麻烦 我这里的干粮也不多 主要是一些红薯 啊 还有鸡蛋 鸡蛋在另外的箱子里 我买了三大袋的红薯 明天煮着吃吧 准备煮个面 看我还有个小煮锅 东西贼多 多的原因就是这些了 都是这些 等一下煮个方便面吧 准备泡一包泡面 然后再加个鸡蛋 我妈的理论就是 一个鸡蛋加一个喜红柿 那就叫有营养 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全天下的妈妈 都是不是都是这样认为的 煮好咯 朋友们感觉很香的样子 噔噔噔 好香的一股鸡汤味啊 这算是我出来自驾游 第一次煮的一顿饭 严格上说来是 应该是方便面了 但是至少吃上了一口热乎的 昨天出来了之后 到了晚上 我就没有开始去捣鼓这东西嘛 因为体育馆附近的话 相对来说没有 像这边有个公园啊 有一些草坪啊 空间比较大嘛 相对来说 我就没这么尴尬 来到这边呢 相对来说就 放松了不少 感觉还是可以的 哎呀好了 我忍不住了 我要吃面了 好了已经把锅碗瓢盆全部放好了 然后等一下坐在这休息会儿 旁边没什么车 挺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把锅碗瓢盆都放了